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喝兩杯 我相信很多朋友 無論疫情底下 或者疫情之後 都很喜歡喝兩杯 甚至乎疫情之前都經常喝 經常都說喝酒 喝得多身體不好 更不要說酒後駕駛 這些犯法不行 但是原來 告訴你 喝酒喝到腳都沒有 你又信不信呢? 有人說不是吧? 這麼嚴重 是不是痛風啊? 不是那些這麼簡單的事情 告訴你 有個女孩子 喝酒喝到爛醉 最後醒了 發現雙腳都沒有了 這麼嚴重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 除了喝到身體出現問題之外 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經常都說 喝酒很差的人很麻煩 跟他一發酒瘋 瘋起來也很難搞 不跟他喝酒 本身 酒品差的人 是否真的喝酒後才會現身呢? 原來有報告告訴你 酒品差的人 原本的人品都差了 正所謂人品好排品自然好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說一下喝酒 大家經常都喝了幾杯 無論啤酒也好 烈酒也好 不管白酒也好 什麼酒也好 我相信很多人喝的 我自己也喝 不過我以前也喝到爛醉 真的 但是後來也慢慢戒了 尤其是啤酒 烈酒就慢慢喝了 不是千杯不醉 不停喝 喝到生酒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那一次我最瘋了 那一次是 但是這些事情試過 沒有事就借天借地 有事起上來 就真的可能不堪切上 說到說 有一位36歲女子 試過一宗意外 她在參加聚會的時候 真誇張 前前後後喝了20杯 Walker 即是福特加 其實20杯 可能是Shorter杯 還是很大杯 Lok杯 還是一杯啤酒杯 我猜也不會是一杯啤酒杯 應該Shorter吧 20杯 其實Walker也頗固 但是會不會馬上醉 那就要看每個人 說起Walker 其實是很容易倒塌 你說只喝酒 即是不混合 那股味蠻辣的 其實有很多白酒 很多人對一些烈酒 都不能入口 為什麼呢 因為那股味 人家說 跟打開孖精 沒有什麼分別 打開消毒火酒 沒有什麼分別 那股味很搶 所以無論有些人喝Sake 即是日本的清酒 冰冷 有些人會加冰 即是不冰冷 就這樣加冰 甚至乎有些人會加少少檸檬 加少少鹽 即是喝一杯 喝少少少鹽 甚至乎做一些咖啡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你本身的酒 這麼濃烈 你很難入口 很多人就避免 可能是一個小的Shorter杯 一兩杯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做雞味酒 Cortail 混合很多東西 其實最糟糕就是 如果他混合很多糖漿 或者把甜的東西混合 你不知不覺 喝醉你 試過身邊 試過親身經歷 都一行十人 有男有女 大家朋友聊聊天 在酒吧喝酒 我最記得 整個行程不夠一小時 就已經走了 為什麼呢 嘩 一小時就走 因為 大家吃飯的時候都喝得興高采烈 所以說 不如繼續喝吧 很流行的 所以繼續去 去到銅鑼灣馬間酒吧 然後又叫飲 其實自己就懂 當然是叫普通的 很弱雞的飲品 不叫這麼多烈酒 因為吃飯的時候都已經喝了很多烈酒 誰不知 突然有人興起 開一瓶大好 我忘記了多少烈酒 我忘記了多少烈酒 有人就說 就這樣開喝 不要喝的 溝利賓藍 哇 那杯甜度 那些人就好像當水喝 半個小時不用 整個大好 都吹了 然後已經倒了 有人倒了 哇 我們說不行 那些人要抬走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 那次半個小時 一聲就已經清場了 喝到倒了 其實 每個人喝這些都要看適量 我經常都覺得 那這位女生 她喝了二十杯之後 就醉了回家 睡了睡了 誰不知 到她張開眼睛的時候 發現對腳腫了 動不了 說到腫的程度 是比平時腫脹近兩倍 除了她的下身腫脹之外 連她的身體都一起腫 好了 說到有多誇張 就說她本身一百磅 這個女生 一覺醒來 身腫了 是腫到百四磅 重了四十磅 哇 吹脹了 神經病 什麼事 於是立刻 叫媽媽打電話 叫白車 送到醫院 好了 經過檢查之後 醫生就發現她患有 這個控室症後裙 需要立即進行手出 切開了小腿肌肉 放一些壓力 減輕腫脹情況 和清除血中毒素 先保住她的腳 免除折肢的風險 幸運 幸運 她就幸運 但是 經過五個星期之後 她能夠出院 出院之後 這個女士 仍然感到兩隻腳很痛 好像有電擊一樣 只能夠睡在這裡休息 一年之後 她說到需要 拍很多強勁的止痛藥 都不能夠走路 所以這件事 不知道了 所以告訴你 喝到腳都壞 另外 有一件事件 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為何她會出現了這個 那麼腫脹的問題 她很幸運 但醫生說 其實如果差一點 不幸運 就要切腳了 就是因為這個女生 喝了酒之後 睡覺的水滋 導致她出現了控室症口群 你倒了 喝到屁股 她說 原來她期間 不自覺地 捲了一塊 對 捲了一塊 這樣睡 兩隻腳就受押 而長期 喝到醉紛紛 她不動 維持了這個姿勢 導致血液不循環 就出現了這個病 醫生就這樣說 如果她再遲一點 就要斬腳了 要斬腳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喝醉酒 你不要以為是很過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喝醉酒很辣 我見過有位朋友 大家出來喝酒 喝完之後 都分道楊彪回家 那一晚喝得很醉 翌日回來見到她 嘩 樣子變了 變了什麼 不見了幾隻牙 那時候我說 沒事吧 什麼事啊 我記得酒的時候 你還好地地 然後這位朋友 他跟我說他喝得很醉 回到家的時候 糟糕 對 糟糕 不見了幾隻牙 然後東西就散落到 一定是 後來不見了錢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事 其實喝酒 我經常覺得適可而止 尤其是大家經過這些親身經歷 都要小心 除了說到喝酒之外 導致這個病的原因 有些什麼呢 原來骨折 嚴重肌肉瘀傷 嚴重扭傷 崩帶 炸得太緊 血液循環出現了問題 都會導致這個病出現 所以告訴大家 真的要小心 除了說到喝酒之外的事 還有說一下人品 酒品差和人品是否真的掛勾呢 有人說不是的 平時我看到他喝不喝酒 他很斯斯文文的 喝完酒就不是很荒飲 但是就亂了大龍 有人覺得酒後失控 有哪五大行為 本身可以說明到你 其實就不關於酒事 根本這個人品就有問題 這麼厲害 我們先看看 你如果喝了兩杯 突然會說粗口的話 或者不斷罵人 或者脫衣服 或者亂了龍 是否真的 酒精導致你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有人說 不是喝大兩杯酒精令到我失控 經常賴酒精 所以有專家告訴你 NO 不是 因為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酒品差沒有這回事 其實只不過 所謂的飲大兩杯發酒癲 其實就是把自己原本的扭曲性格 用理性控制住 因為酒精的效果 從而擺脫到這個枷鎖 大家明白嗎 你本身的惡魔 就是潛在你的身體裏面 你的瘦肉 你的瘦性 無論你男與女都好 你本身是這樣的人 但是理智告訴你 你不應該這樣做 你平時就很思思文文 無論男也好 女也好 怎知喝大兩杯 就變成狼狗仔 又可以 或者女生變成小野貓 又變成一隻豹 很厲害 不知道 但是 你不要賴 酒精 醫生告訴你 不要賴 這是你原本的人格 所以 有些人說 平時 很喜歡吵架的人 原本 他就是很喜歡吵架 喝了酒之後 更喜歡 到處 辣 人 所以 有人說 喝了酒之後 打人 是不是人格很差 是否真的很正常 原來 有些人喝了酒之後 是會對自己比較弱 可能贏到 打得贏的人 就是打他 這是一個卑劣的性格 這一種 不關他暴不暴力士 原來裡面的潛意識 是關於個人很卑鄙 另一種 就是說 有些人喝了酒 什麼都會敷衍了事 就說會這樣 這些都是一個 原本的性格 可能平時就不是隨隨便 可能就 不行 這些東西不可以亂來 一定要循規道矩 但誰知道喝大兩杯 他是這樣 這個原來才是真面目 好 當然 我們看看究竟 五大 有什麼五大喝了酒之後 失控的行為 這幾樣東西 都不可以賴去酒 你不要說 喝了酒之後一定是這樣的 第一樣東西 就說到 喝了酒之後 不停糾纏不休 就找人麻煩 就算對方感覺到 很 走開 他都依然在這裏 這關 這件事 可能你說 喝了酒就是這樣 還不關酒精士 剛才說過 他本身的性格 是這麼麻煩的 有些人 我見過喝了酒 不出聲 很靜的 很抑鬱的 他本身不開心 有些人就說 喝了酒 喝了酒 更加不開心 看過 哭哭哭 那些都看過 很恐怖 那個情景就是 告訴大家 他本身的 埋財 抑鬱的性格 或者抑鬱 靠酒精透了出來 他平時就有抑鬱 壓著 原來佛祖 壓著 孫悟空 那樣 那個手掌 一拿開 就來了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喝了酒 喝了酒 就找吵 或者發脾氣 亂扔東西 我最討厭這些 真的很離譜 你發酒 你借機 我覺得是借D2 你不要在那裡 試過 我見過那些 有些人 所謂的喝大兩杯 他根本還沒去到 看得出 他就這樣 你沒事 我沒事 然後就不斷扔東西 在那裡 我心想走開 你不要在那裡 玩東西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有些真性情 會喝了酒之後 是熱情沒有詐型的 那些是OK的 你熱情OK 但問題是 你發爛了那些 那些人 有些暴力傾向 所以 有人說 喝了酒打架 都是對於人的底蕊 有些暴力傾向 好了 第三件事 經常發生 喝了酒之後 就喜歡性騷擾別人 無論男與女都是 他說 對異性拋出一些性騷擾的言語 性騷擾 摸身體這件事 喪失抵抗能力 有些人說 看不到對象 都照顧 那些人本身是涵濕的 你不要以為他沒有什麼 其實他也是一樣的 所以 有人說 跳板什麼 一樣 對嗎 好了 第四件事 酒後發勞騷 有些人 喝醉都喜歡哭 有些人喜歡喝醉都不斷說 因為他平時有壓力 壓力太大 他又覺得正常情況下 不知道如何放出來 可能喝了兩杯酒之後 他又可以很快地爆出來 這個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在清醒的狀況 有時候 你進了苦地 又是那句話 你去那些冤不爛臭的地方 然後你很清醒地看這個世界 當你看到那些人這樣的時候 你自然不喜歡去這些地方 是的 我也是 我不是說不醉 千杯不醉 我控制自己 盡量清醒 因為知道很多人會喝醉 我到時候要照顧這些人 但是 聽你講的 全部醉生夢死的環境 每個人都在這裡 好像 不知以為每個人都好 好像上了天空 你很清醒地看著他們 你見到那些人性的醜惡走出來之後 你自然而言 這些地方 垃圾 不要去 是的 我也是 有些人 我見過 喝了酒之後 就說耶穌 不是真的說 傳道的耶穌 很多道理 突然爆了出來 無論是別人的意見 可能不是這樣的 然後他又說 不不不不你聽我說 不不不你聽我說 嘩 大哥 一直按你 OK 聽你說 我聽你說 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我試過打眼色 救命 叫救命 那些 心想 免得 你喝了兩杯 會失控 你為何不聽我說話 嘩 開拖 所以 有些人覺得 他本身的性格就是這樣 有些人想一心做霸主 或者想做主 做No.1 高位 可能在現實社會裡做不到 就是靠酒精 去幫他宣洩這些不滿 所以告訴大家 其實酒精 某程度上 都可以看得到很多人的真面目 所以 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你別以為自己多喝兩杯 就沒事 有時候 不小心說錯話 你醒了之後就知道糟糕了 另外 身體自己也是一個不好 喝得太多 幸好這位女士沒有切腳 有的都會很頭癢 對於酒精來說 我也是呼籲大家 少喝兩杯 好 今集請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